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 講到魏俊傑,不得不提他當年的名句。 雖然我和他一起九年,但為什麼外界就要認為我一定要娶他? 十幾年前,魏俊傑選選和女友藤麗名分手, 靈魅新歡,可能都沒想過。 自己會背上TVB 頭號渣男的罵名,一直到現在。 現在,被叫做渣男的魏俊傑日子似乎都不是那麼好過, 娶了被自己小二十歲的嬌妻之後,竟然被人戴上綠帽。 離婚之後被小嬌妻分走了大量財產。 疫情期間,因為開店經營不好,還要買房套現,獨自一人戴著女兒雙衣為名。 甚至曾經坦然,如果不是因為女兒, 她真是有輕生的念頭。現在魏俊傑的落拍局面, 都被不少當初不滿他戲藤麗名的網友諷刺說是現世報。 顯然,所謂的渣男不是一日成。 細數魏俊傑的幾段情史,都是一言難盡。 1993年,剛入了TVB吾久的魏俊傑和港席河院營墮入愛河。 但看上去好搬配的金銅玉女,最終卻鬧得狗血收場。 講到分手原因,魏俊傑大吐苦水。拍拖三年,她都不同我那個,只能分手咯。 年輕棄勝的魏俊傑怎麼受得住這個?從南方角度看,都也講得通。 但何婉傑的反擊就是,魏俊傑根本就是個花女人淺的軟飯男。 而和何婉傑分手之後,魏俊傑又和三級片女演員黃祖儀牽扯在一起。 比起青春保守的何婉傑,魏俊傑和黃祖儀一開始過得到幾和諧。 但時間一長,新鮮勁一過,兩人又分了手。 黃祖儀都一樣吐槽魏俊傑望太強,愛吃軟飯。 但仔細一分析,兩位前任說魏俊傑是吃軟飯渣男的指控,其實都有待相確。 從事業上看,94年魏俊傑已經被TVB力捧。 在《方世佑與乾隆皇》裏面出,演主角正處於事業上升期。 而當時的何婉傑反而正好陷入事業低谷期。 根據她自己後來透露,因為公開戀情,玉女形象受損。 加上出的唱片《反響平平》,導致最了倒時,在TVB一個月底身只有五千,房租都差點交不起。 所以96年何婉傑就早早退圈,大概與魏俊傑分手的時間差不多。 至於拍三級片的黃祖儀,更加是處於當時娛樂圈的最底層。 畢竟,如果不是真是無辦法,誰會去拍那麼的片呢? 要講TVB當紅小生魏俊傑吃黃祖儀的軟法,比吃何婉傑的都不靠譜。 哎呀!講到魏俊傑和藤麗明的故事,真是好像一部連續劇那麼精彩。 魏俊傑一旦被貼上渣男的標籤,真是很難再洗白。 尤其是和藤麗明之間的九善不清,更是令她翻身無望。 記得她們兩個有陀槍屍者開始,就是一對甘童玉女,戲女戲愛都是人人稱善的情侶。 但到了06年前後,她們都去了內地發展,本來以為會繼續填密。 誰知道,就在重慶拍戲期間,魏俊傑就認識了張利華。 一個給她小二十年的女大學生,還閃電結婚生子。 好像完全忘記了和藤麗明的九年情。 當年的報導,還講到魏俊傑怎樣為了追求張利華洗盡心思, 最後終於成功,但是,好事一切都太完美。 轉眼間就是魏俊傑的婚姻大劇。 2010年,她和張利華的女兒Jessica出生,本來應該是很開心的事。 但就有粉絲不識相提到藤麗明,令魏俊火舞三象。 嘩,這種賤人趁早撇低,否則後悔一輩子。 藤麗明當然不會無聲無氣。 即刻反擊,說,幸福不會到處罵人。 如果真要揭開來罵,我說事實就不能這麼好受。 魏俊傑和藤麗明分手後,魏俊傑說,客客入侵。 這個解釋真是好似說,此地無銀三百兩似。 還有,藤麗明爆出,魏俊傑竟然娶妻生子之後, 還想和她複合,這些事真是令人摸不住頭腦。 但魏俊傑在內地參加節目《勞金》那時, 又經常在媒體前提起前女友。 好像說,我們拍拖九年,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呢? 這樣的言論,好像在寒丹的經典對白一樣。 有些苦中大笑。 當然,魏俊傑和藤麗明分手過程中發生的一切, 令到他們兩個甚至在社交平台開馬。 雖然各有各的理,但通常公眾都會先同情女方。 這亦令魏俊傑的明星再次受損。 藤麗名之後又遇到兩次不如意的感情。 先是和已經在內地偷偷結婚的TVB藝人郭靖雄。 之後又遇到圈外男朋友朱建坤。 但最後她都終於獲得幸福的婚姻生活。 而魏俊傑和藤麗明本來都已經各自有家庭。 但魏俊傑的妻子又屢次令她戴綠帽。 2015年,一位單車手鄧王業甚至超越了魏俊傑, 拿到了她的妻子張里華的放心, 令她感受到刺激和浪漫的生活。 面對這種情況,魏俊傑挑選了色視靈人。 這件事就這麼落幕。 之後幾年,張里華進入保險界, 成為一位精緻陽氣的女強人, 好像完全變了個人。 今年年初,張里華又被爆出有新歡, 還和一位老外高富翠私下會面那陣被偷拍。 但當記者將偷拍照片交給魏俊傑看那陣, 他竟然表現得非常淡定, 只是靜靜地說了兩句佛經。 經歷了這一連串的風波之後, 魏俊傑最終選擇與妻子離婚, 獨自撫養女兒。 而他在娛樂圈淡出多年之後, 曾經靠開店經商為生, 但受到疫情影響。 加上家庭的不幸, 他一度陷入憶鬱症。 甚至有過輕生念頭, 行好他最終撐過了這段困難的時期。 近期又回歸了很久無見的舞台、深演話劇。 魏俊傑和騰麗明的情感故事, 好像一段長篇連續劇一樣。 有喜有樂, 還有不少觀眾的關注和揣摩。 魏俊傑終於坦白面對些人指他是渣男的話題。 他否認自己是因為令傑新歡才與騰麗明分手, 說他們的分手與第三者無關係。 他說自己不想做眾人眼中的甘童玉女。 隨著騰麗明愈紅, 他愈失去自信。 再加上他們一起九年。 魏俊傑覺得好像結了婚九十年那樣, 太投入戲中感情會傷到自己。 甚至分不清是演戲還是真感情。 而時隔多年, 騰麗明都已經放下昔日恩怨。 再談起這位又愛又恨的前任。 聽到魏俊傑一度想輕生, 騰麗明都大方送上祝福。 說人生總有高低潮, 要開心面對,祝他成功。 愛一個人難, 恨一個人都不容易。 現在騰麗明能夠雲淡風輕, 這麼說起魏俊傑, 看來真是放下了。 現實總是這樣, 一起耐不代表一定可以修成正果。 錯過了就是錯過了。 不過,銀幕上的明星情侶 總是會被觀眾留下很多根植於現實, 又脫離現實的幻想。 你們對這段故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評論區分享。 今天的節目就到了這麼多, 下期再見。